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有的很生动活泼 有的很有趣 有的经典整篇都在讲道理 谭经虽然也讲道理 但却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表现得栩栩如生 让人读了觉得妙趣横生 神秀当然是仰慕六祖 然而神秀之土地 即出家弟子 即亲近他的在家信众 日常没有修行 故私底下会讲是非 议论别人 往往积南宗祖师不识一字 有何所长 作为一个出家人或佛弟子 他们跟神秀大师学 师父是武则天时代的国师 照理讲是名师出高徒 可他们却在嘲笑别人 一般都不是师父的问题 都是学生 土地的问题 这叫做乱象 古今皆有 虽然人心不古 蛇吞向 但是古时候和现在的人没有太大的差别 凡夫还是凡夫 现在会犯错的 以前也会犯错 为什么大都是徒弟的问题 徒弟和信徒有几个问题 我们常常听到徒弟或信徒 说他们师父是一个开悟或有神通的人 但是 这不见得是他师父跟他们表明的 而是弟子猜测的 比如 我们聊天 你会跟我说 师父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想什么 今天 我想问你这个问题 一来课 一来上课 你就直接问我这个问题 师父 你有他心通 这不是他心通 而是瞎猫 瞎刀碰到死老鼠 师父 没有说他开悟 你们在私底下就会传出 师父没有开悟 他能够讲出这样的道理吗 再来 弟子会用他的师父和别人的师父比较 如果你认为别人的师父更好 你会觉得比较没有面子 所以 你就一直赞叹自己的师父 想尽办法要把自己的师父比起来 我常劝各位 不要谈是非 不要听是非 也不要传是非 你既不要自赞毁他 也不与人争辩 你要体谅 了解别人 但是 你也要了解自己 有没有能力帮他 如果没有能力 你就要提升你的能力 去了解 这是你来学佛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如果你做不到 你研究学问是没有意义的 佛法不是拿来议论的 而是拿来实践的 是拿来善待自己 善待别人 你不能进步 因为你没办法利益自己 利益别人 所以 知道自己的问题 赶快改变吧 知道自己的病根 病源 就不要再如此了 神秀大师的门徒嘲笑六祖不识字 这个时代是唐朝 他们修这么久了 却如此表现 这是在修什么呢 当然 你要看自己在修什么 因为你有意无意也会如此 其实 有很多修行人不识字 比如 我们台湾有一位广亲老和尚 他也不识字 但是老和尚有功夫 你们不敢嘲笑他 你们看到他 只会跟他磕头 我也遇到一位不识字的老和尚 他开始得很好 伴很多佛妻 智慧跟识不识字 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你识字 就应该把我识字的因缘 你更容易懂文字般若 透过文字般若 更容易起关照 透过关照 你能够得到识相般若 六祖大师是没有因缘读书 有些人三餐温饱都不能解决 怎么有机会读书呢 所以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因缘 真正会修行的人 不会以个人的知见 动不动就嘲笑别人 问候思维 你能察觉到你常常在自赞毁他吗 心平何老耻戒 行职何用修禅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